开始你所看到的并不是像你想象那样顺利 因为我们要比别人早起念经 我们要守戒律 我们要懂得各种的佛法知音同果和姻缘 我们觉得活得很辛苦 但是要记住 因为这并不像想象的那样 因为我们的心开始明白了 我们的意开始清楚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 所以说有信仰的人 他的痛苦那是暂时的 没有信佛的人 他的痛苦那是永远的 我们人一定要坚持学佛 坚持念经 坚持修心 水到渠成 相信佛陀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说过 有求必应 我们所犯的恶与我们所犯的恶业虽然不会马上受爆 犹如刚刚变质的食物 它不会马上变臭一样 但是当你吃到了你的肚子里 它的恶臭腐烂就会慢慢的伤到你的肠胃 扰乱你的心灵安宁 台长告诉大家 菩萨让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现在肠癌的发病率这么高 因为人吃荤 你们知道吗 过去动手术都是用线棚合 等到一个月之后要去拆线的 现在科技发达了 全部都是用的羊肠线 所以这些羊肠线 当你动完手术 它就会粘合在你的肉当中 这就是告诉大家 人吃了很多的肉 到了晚上没有运动 不消化 慢慢的便秘 积存在你的肠胃当中 它很快就开始和你的肠胃 粘连在一起 并且腐烂 所以为什么这个肠粘连的病人这么多 因为它的臭的肉 和你的人体的内脏的那些肉 粘连在一起 结在一起 所以叫结肠 所以才会生结肠癌 想不生肠癌的人 赶快失速吧 听听菩萨的劝告 这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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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